我接下来想要跟你分享 就是这一部影片是可以编辑 你看现在从头开始播是马 马播完之后是不是鸟 这就是什么鸟我不知道 这是什么 我都觉得 好,看到它好暖 好温暖的感觉 然后还有这个是鸭子吧 土拨鼠 好 我要剪辑 怎么剪辑 我剪辑的话是在这个地方 播放 剪辑视讯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是不是有绿色跟什么 红色 绿色就是开始播 红色就是结束播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选择 看我要从什么地方开始 什么地方结束 例如说我只要那个海报 海报在这 看了好舒服 好 我啦 我喜欢这一段 所以我就把它剪 剪到这一段 注意看哦 706 就只能剪到11秒 11秒 然后总共它1000个那个frame frame就是 它在这边的计算 它是1000个frame来去做计算 就像我们拍影片 拍影片的时候 它是不是我们用那个底片 底片30格还是24格 那个格就是几张影片 所以他们说拍影片 以前就是在烧那个底片 如果拍坏掉 那个底片就是要烧掉 对不对 所以烧底 就是在烧钱的意思 那这个地方是0分11秒 第706个影格 你大概只要知道 这个是frame的意思 可是在这边也许它有另外 因为通常我们影格 大概就只有射到30 30就已经很够用 像网路的影片12格就够了 像flash它大概就只有12格 好那前面呢 前面我不要马也不要鸟 好就讲这一段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直接点确定 这样子我们去播放 是不是从头到尾 就只有这个海报 在海滩上面 这样扭动身体的画面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就剪好 这一段影片了 更多同学追问我一个问题 就说 老师 那请问 这个剪辑好的影片 能不能保留下来 你们会希望保留下来吗 因为原始的影片没有动到 他只要那个剪好的影片 怎么做 没有陈先生 没有陈先生 没有林先生 王先生 你觉得怎么做 你觉得在格式还是播放 都不是了 在华属右界 只有这一小段哦 帮你另存 另存成影片 在这边没有 在这边没有 可以吗 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说 真的 在下一个版本 他提供了 把这一个影片档储存起来 不过呢 要提供给你参考的 他的解析度不高 他的解析度不高 所以只能当作是参考 所谓不高就是 你会看到那个 类格 还有那个影格 一格一格的画质 都不是很清楚 好 所以这点请你们 稍微参考一下 好了 那就请你们来去学 剪辑影片 剪辑影片 如果你用2013 Word PowerPoint的2013 你还可以再去做剪辑哦 你还可以去做存档 把这个剪辑好的影片 储存起来